由于在三个联邦州的议会选举中遭遇连续惨败,德国绿党正在走向崩盘境地,内讧四起,据图片报报道,德国绿党联合主席双双宣布辞职,除此之外,绿党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也将全部辞职,奴隶普尔称自己对绿党失去了信心,他在柏林表示,绿党人士已得出一个结论,即他们的党需要一个新的开始。 两位党主席辞职后,两位身居要职的前党主席却还赖在内阁,拒绝辞职以谢天下,绿党惨到什么程度,在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,连5%的最低门槛也没有达到,在萨克森州只获得5.1%选票,勉强进入州议会,下个月绿党将举行党代表大会,进行新的选举,这个被魏德尔骂为恨国党的绿党, 居然宣称要由新的面孔带领该党走出危机,为明年9月的联邦议会选举做准备,然而绿党的危机还在家中。 本月绿党青年组织负责人及其时任领导团队,也正式宣布集体退出绿党,图片暴称绿党年轻血液已对绿党彻底绝望,选择了分道扬镳,他们说绿党已不再是当初的绿党,而是在走向堕落。 青年组织负责人阿普温·斯托拉明确表示,他们打算建立一个全新左翼组织,夺回萨格森和图林根这个东部州,在这些原东德州,选择党的支持率一路攀升,因为这里的民众,已经被绿党、社民党的难民政策搞疯掉。 不仅是东部州,连西部州也开始憎恨绿党这些人。 10月11日,石鹤州基尔北部,公然拒绝为646名难民提供住宿,他们声称难民只带来了盗窃,噪音污染和垃圾。 德国焦点在线破天荒地报道了这些声音,以前为了迎合接受难民政策,德国媒体一直是回避这些问题的。 焦点在线还公开指出,这些人主要来自阿富汗、乌克兰、保加利亚、土耳其和非洲。 当德国经济下滑时,很多人都已经装不下去了,但蹦床运动员并不想放弃他的价值观,更不想放弃到手的权利。 无视绿党基层党员被民众抛弃的事实,还在自欺欺人,与之相对应的是选择党的崛起。 据法兰克福汇报报道,在9月26日,德国选择党的两位主席已达成一致,由魏德尔作为该党的总理候选人,参加明年9月的联邦议会选举。 上周选择党委员会一致支持魏德尔参加明年大选,克鲁帕拉主动让先。 他还在德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表示,魏德尔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理候选人,也就是说魏德尔成为德国总理,是选择党全村人的希望。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希望并不大,因为德国政治已经碎片化,没有一个政党能获得超过50%的一席,如果想执政就必须与其他党做交易,组织联合政府。 然而无论是支持率最高的基民盟,还是其他党派都拒绝于选择党联合,选择党有很多标签,极右翼,新纳粹党,民粹主义等等。 那些白左党派都避之不及,而指主流价值观的媒体,更是对峙大家踏发。 因此在明年大选之前,魏德尔如何运用政治策略,找到盟友将是非常关键的问题。 其实选择党只是一个将德国利益放在心上的政党,注重务实合作,反对出卖德国和欧洲的行为。 而在冯德莱恩和贝尔伯克他们眼中,魏德尔就是魔鬼,魏德尔则说要把冯德莱恩赶出欧洲。 选择党是怎么来的?德国又一小政党从不成气候,但选择党是个例外,他已在政坛站网了脚跟。 2013年成立,政治风格偏右,但并不激进,跟舆论观感完全是两回事。 建党之初,核心人物很多来自默克尔的基民盟,成员的另一个来源是德国又一松散组织公民联盟。 在众所周知的历史包袱压力之下,德国极右翼言论无论对错,都被排斥在政治语境之外,他们很难登上舞台。 绿党等靠价值观吃饭的政党则在这种背景下,获得了进入政坛的通道,他们的背后往往存在非德国资金,于是各党派联手掏空德国。 一手遮天,当德国经济运行良好时,中产阶级对难民涌入,并没有忧患意识,还张开双臂欢迎,极右翼在城市中成了过街老鼠,支持率往往只有3%左右。 但随着德国经济和社会出现问题,极右翼就有了民意基础,危机越大,支持率越高。 选择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崛起的,但魏德尔等人只谈振兴经济和维护利益,要解决种种社会问题,同时避免因激进言论触犯法律,并且魏德尔还能提出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,这是无知无畏的绿党无法做到的。 术尔茨的社民党虽然有经济人才,但他们被绿党的价值观所绑架,选择党在价值观方面,强调《热尔曼精神》,《热尔曼精神》源于塔西托的《热尔曼尼亚》一书,这本书写于公元一世纪末,德国出版的时间是1497年,《热尔曼精神》被概括为道德高尚,城市属性,节育自律,爱国勇敢,谦虚好客等等。 但在法国人眼中,《热尔曼尼亚》则代表了贪婪粗俗,暴力激进,为什么同一本书会有两种不同的看法?这就是选择的问题,正常的国民都会选择用好话来形容自己国家,只有中国的公知喜欢把屎盆扣在自己脑袋上,丑化自己,美化别人。 如果当年《热尔曼尼亚》也整天反思,认同法国人那一套说法,那这个民族和国家早就完蛋了。 德国政治第一要义是什么?民主和自由吗?选择党认为是国家主权和利益,选择党的政治逻辑,国家利益在个人权利之上。 如果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引发社会问题,那么国家必须通过强制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,保护德国公民利益是首要任务,其他事项都可以列在后面。 按照这个逻辑,一旦选择党执政,白左、圣母的价值观必将崩溃,代表他们的政党也将失去活动空间。 而所谓多元化,对抗在意识形态不同于德国的大国,则会在精神和物质上威胁到德国的存在。 选择党有责任去阻止威胁德国的势力,以最突出的难民问题来说,难民人数越多,德国社会变化就越大,整个国家面临去德国化的风险。 很多人首先考虑的是难民利益,而不是德国利益,选择党认为必须控制难民人数,推翻默克尔的无上限欢迎难民政策。 默克尔是真的不知道难民的危险性吗? 他有他的苦衷,他想领导欧洲,德国要成为欧洲价值观的棋手。 选择党要求德国边防警察必须切实维护领土,深根协定的取消边境检查必须恢复,德国不是谁想进就能进。 各类人才和遵守规则的移民可以进来,绝不能没有审核标准和原则。 很多德国人也意识到,花钱请人迫害是明显不合理的现象,尤其是在原东德地区,劳动者想不通这个问题,选择党帮他们想通了这个问题,并告诉他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 但德国存在的难民问题,宗教冲突问题,社会治安恶化问题,都只是表面矛盾。 真正的核心矛盾,是德国独立自主与被美国控制的矛盾。 美国是守城霸主,而新崛起的大国则是其挑战者,美国处心积虑的地划出世界阵营,制造全球对立,逼各国在美国与东大之间选边站。 而德国必须加入美国阵营,德国政府是否接受所谓的大西洋主义价值观,就是对德国的忠诚度测试。 因此只要能无条件接受这种价值观的德国政客,无论其是跳蹦床的,还是写儿童文学的,都能得到美国权利支持。 而在这背后还有一股不可说的势力,当然谁也不愿意看到,极有意在德国掌权,更不愿意看到某人在德国转世。 但是历史进程从来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,如果西方及德国连选择党这样的务实政党也接受不了,那么随着德国经济和社会状况恶化,必然会导致真正的极右翼势力掌权。 到那一天,某些势力要怎么办,再去流浪吗? 为德尔能否拯救德国还不好说,但蹦床妹一定会将德国带入深渊。 欧洲的历史教训并不遥远,一定要等到五十万马克一个面包的时刻吗? 贴要事实际上,特教训并不遥远遥露御正闭ž梁� Imperial Hall